而高雄市市运主场馆即将举行十人十一角的全国竞赛 在昨天一大早有不少的国中国小的参赛队伍都到场来进行实际的训练 可能是这些学生们他们太过求好心切拼命的往前冲 结果就发生了不少队伍摔倒的意外 甚至还造成有六名学童因为摔得太严重了 被送进医院里面 十人十一角比赛在即 学生们把握时间加紧练习 没想到却频频出状况 只要其中一个学生脚步没有跟上 连带十个人都可能重摔倒地 再加上学生们求好心切 默契配合的还不够就全力冲刺 结果造成一队参赛的国小队伍严重摔伤 其中五女一男送医治疗 我们怕的话就怕骨头有没有断裂 那他这样想起来就是一个女伤 小朋友们拿着冰块坐在急诊室里 冰敷脚踝 看到他们练习时重摔倒地还被拖着跑 让家长和老师们都很担心 不过还好送医检查之后 都只是轻微的擦伤 让大家虚禁一场